近几年来还丰盛行 除了KPOP之外 无论是彩妆品 食物 衣物 只要与 有关系几乎都能够大卖 说到知名的 泡面 大家第一时间会想到的除了新拉面之外 一定就是 以蜡注称的蜡鸡面了 这款由 三氧食品 三年Foods所推出的蜡鸡面系列 在2019年7月宣布次推出 7年以来 已经在全球76个国家累计销售了18亿代 盈利超过了1兆韩元 约新台币262亿元 根据三氧食品的说法 蜡鸡面自从2012年4月上市以来 原本目标只是瞄准了爱吃蜡的 民众 首年的销售额只有75亿韩元 约新台币1.9亿元 结果在全球大红之后 销售额在2016年正式超越了1000亿韩元 约新台币26亿元 2018年更是来到了2825亿韩元 约新台币74亿元 蜡鸡面系列有着很明确的市场定位 以蜡作为主轴 原本只是针对爱吃蜡的小众市场 结果却在全球都大受欢迎 就连三氧食品行销经理 胡正币也忍不住表示 这都要归功于网络的力量 原来在2014年 有个在生活的英国人YouTuber 在网络上传了自己挑战吃蜡鸡面的影片 结果它被蜡到不行的反应 让许多网友都注意到了这款产品 于是世界各地的YouTuber也纷纷开始仿效 甚至发起了这个名为蜡面挑战 Fire Noodles Challenge的标注 三氧食品看准了这个风隙 于是每年都推出不同蜡度的新产品 刺激大家拍片的欲望 让这款蜡青面的口碑和话题性不断延烧 也吸引了观看者的好奇心和尝鲜欲望 即使到了现在 也不时还会有YouTuber拍摄这类型的影片 测量蜡度的时使高维尔蜡度单位 Scoville Heat Unit 相信爱吃辣的人都不会感到陌生 数字越高就代表越辣 而最经典的辣鸡面口味就有4404的树指数 指2019年三氧食品为了庆祝辣鸡面推出7周年 推出了限量版的迷你超辣辣鸡面 号称有史以来最辣的泡面 辣度竟然高达一万两千数 虽然这样的辣度早就远远超过了一般人可以承受的范围 不过在短短一个月内仍然卖出了超过一百万代 如丁三氧食品的在海外销售的80%都是来自辣鸡面 不仅在全球76个国家都找得到 出口产值也急剧增长 不过三氧食品也没有就此松懈 这几年来持续积极争取各国的清真食品认证 和Low Certification 埃拓消费潜力强大的东南亚和清真市场 能够得到如此巨大的成功 网络绝对是三氧食品最大的工程